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啊 原油价格先跌后反弹 而美国库存出乎预期大增消息 就令到油价在收市后场外交易向好 微软公司股份回购和派息都增加 稍后回来会有详细不得 接下来是社评责要 交给你了 好啊 影响不容忽视 大公报社评 刚结束的立法会选举 投票人数比起上一届多近40万 当中不少是年轻手头做 当选议员平均年纪也低了一大截 年轻选民和青年议员增加 对政府管治和政治 经济 民生 到底是和是福 还未能下段雨 政府和爱国爱港建制力量 面前因个迫切的议题 是怎样做好青年工作 包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诉求 接下来是视频集要 交给你了 老佑文 好玩 用这个词来形容英国断勾 又挺有趣 英文也可以食字的 看多些国际新闻 你就会发觉有很多英文有趣的用法 看新闻讲英文 星期一三 各位早晨 早晨 老佑文 早晨 梁海宁 今次出门口都有下雨 是的 其实今天都是早晨早雨 月初是大智多云 部分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大约有30度 今晚有一两阵雨 吹和换的冬至东北风 灵岸风势会清净 指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 今个星期后期会 各位早晨 又到上班上学的时间了 一起看外面的交通情况 这一节我们先关心香港过九龙的行车时间 我们先看一下 故事到东行线近岁务大楼 行洪水和东水同样都是交通畅顺的 行洪水用7分钟 而行东水用10分钟 接着我们转看九龙过香港 我们看一下公主到南行线近外民村 行西水就是交通畅顺 用12分钟的时间 而行洪水就是交通繁忙 用18分钟的时间才会过到香港 接着我们看新界方面的行车时间 大鲁山隧道公路近石门 看到出九龙东和九龙西同样都是交通繁忙 时间方面要用11分钟和13分钟 而出九龙中方向就是交通剂塞压用18分钟的时间 最后看外面的即时交通情况 梁海铃牙天气不是很稳定 是的 罗伦文 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 但晚点也有点雨 我们先看看分区气温 自至上午7点 各区的最高温度是介乎24至27.5度 至于最低温度是介乎23至26.2度 看看卫星云图了 东北季后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地区 预测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 今晚有一两阵雨 吹和缓价冬至东北风 离岸风势清净 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 本周后期有几阵雨 预测今天上午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在介乎低至到中的水平 预测今天最高紫外线指数是8 强度属甚高 以及其他城市的天气预测 各位早晨 早晨梁海铃 早晨来又问 今早早有下雨 是的 不过之后预测是大致天晴 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 今晚有一两阵雨 各位早晨 雅夜杯八强次回合 南华载客输了给马来西亚的游佛DT 无愿准确 主场止步 意大利甲组足球乱赛 AC米兰主场全取三分 法国甲组足球乱赛 巴黎圣日尔门主场赢了星班马迪 上榜首 体育报导 今早早香港早晨节目 我们明早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